聽著 所謂傭兵就是要如同野獸一般 時刻警惕周圍的一草一木 一旦出現任何風吹草動 那一定就是風吹的啊不是 立馬就要在腦子裡做出最正確的對策 誒 你們說這個火堆是用來燒烤好還是煙燻 不對 心跳來了 哦 是我身上的火紋身啊 那沒事 不對 心跳真的來了 根據剛剛隊友的信息判斷 監管者的來想肯定是小木屋 誒 我直接轉工程 我的唷 怎麼在這邊 小問題 啊 兄弟們 當一個雕刻家 第一個人只能追傭兵的時候 那他的遊戲就已經結束了 咳 呃 沒事 鐵屁股小子啊 開局只能追傭兵的雕刻家就是遜啊 你說誰來救我啦 嗚呼 吃尾氣去辦你 呃 這個 沒事 快一個 又有心跳了 捏席個中午好啊 稍微卡一下視野讓他看不到我是誰 呦 還會反讓 嘿嘿 傭兵 傻了吧 喂 怎麼會傻啊 我是傭兵啊 小黃鴨才是盲女啊 有個盲女不追你追個傭兵 交個護腕拉開距離 浪費這麼多時間你就為了逼我和護腕 你會不會玩遊戲啊 盲女才是你的心頭大患啊 又追魔術失去了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你了 放任盲女在外面狂凶 這把滅西肯定是要拉閘的 過去隨便救一救啊 細節反跑騙烏鴉坐飛機 康高救人 好 點擊馬上就可以壓好了 這把的結局已經注定 留下一個魔術的祭天 三跑美滋滋 那麼這個時候肯定會有人要講啊 主抱主抱 但是你傭兵速容啊 傭兵速容 什麼叫傭兵速容 要知道什麼叫傭兵速容 我們得先定義什麼叫傭兵速容 當我們理解了傭兵速容 那也就是重新定義了傭兵速容 換句話說 重新定義了傭兵速容 那就沒有傭兵速容 沒有了傭兵速容 再訴容 那也不關傭兵的事情 就好像我現在坐在這個椅子上 難道我就坐在椅子上了嗎 哦 我最親愛的趴起下 你宛如那炎炎夏日的最後一道曙光 你們看我這不就下來了嗎 點擊一輛遊戲結束 當你相信傭兵時 傭兵也會給予你勝利的希望 而這就是來自地窖的希望 哈底下你可以走了 總數是 黑妹 欸 欸 無所謂 欸 贏了就好 還會再見嗎 觀眾朋友 再見的時候 你要點讚關注 好不好 觀眾朋友 你要點讚 你要關注 好不好 點讚 關注 你以後可能刷不到我了 沒關係 你也給別人點讚關注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沒有你我可怎麼活呀 朋友 觀眾朋友 記得嗎 好嗎 沒有人 沒有人 誰 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